今天這個快閃活動 都是第一次嘗試這樣的宣傳 但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都挺興奮和挺期待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平時可能 很多時候很多是借票 但借票的距離比較遠 還有可能比較少的機會 真的和大家交流到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個快閃 希望除了一陣的粉絲之外 都可能真的可以有些街外的朋友 街客可以邀請他們進來看杜月姐 我想問就是你第一次 賀水片金證 這個媒體裡面 收到很多朋友 和你的親友 WhatsApp你 或者祝賀你 二周成功 讚你 有什麼深刻印象的評語 OK 這次是我正式第一套 賀水檔期的賀水片 但是親友應該未看 因為我今天先拿了一些碗票證 所以我回去會派給他們去看 但是我昨天和爸爸自己去戲院看 我覺得這個感覺很有趣 因為 和家人去戲院看自己做的賀水片 我覺得這個 都是一個很難忘的體驗和經歷 爸爸看完也說 你這次做得很好 很好看 我也挺開心 那你自己是 你作為觀眾的部分 你是演員也是觀眾 有什麼現場的反應呢 你是有沒有聽他們說什麼 或者那些笑點 有些緊張 或者你感覺到 其實我都看了幾 看了兩次 昨天是第三次 我其中一個原因 想再去看 都是想聽一下 旁邊的人的反應是怎樣 我想聽一下街客的反應 挺特別的 這次我覺得 做學者是百看不厭 可以看很多次 因為 你每一次是可以看不同的 角色的反應 就是 可能我第一次主要都是看自己 但我可能去到 昨天第三次我去看看 不同的場口 看看旁邊的 看看八指 看看蔥 看看Anson Lo 他們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那一下 我覺得挺有趣 而且真的不會悶 所以大家都可以多看幾次 那最後就是 你這個新年的好樣 是 有什麼情況 那幾天 還有現在都可以保養 是 是 手拍完之後就病了 但是現在都康復了 還有今次都算是很輕輕 其實都沒有什麼很辛苦的感覺 所以新一年都是最重要 祝大家身體健康